ONTOMACHIN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明 又到了我们美洲360的时段 现在就让我这个报新闻的 来带大家回顾一下上周就是它的重点新闻 第一个新闻是本地新闻 这个小可爱要来了 相信大家要知道这个SUZUKI在不久前才正式回归我国 首款在我国发布的是这个小钢炮SUZUKI SWIFT SPORT 而当时SUZUKI Malaysia也和我们确定了 除了会带来这个SWIFT SPORT以外 他们也将会带来第二款车型 什么车呢 就是他们也同样卖的红红火火的SUZUKI GIMNI 了 而如今呢就有本地媒体爆料 引述了这个SUZUKI Malaysia高层的谈话 提到说这一款迷你KCAR越野车 将会在今年的8月就登入我国市场 而且这名高层还透露他们会带入我国的GIMNI 将会是最TOP最顶级的版本 也就是讲FULL SPAC版啦 也对啦这款车来到我国估计都不会卖到很便宜 所以倒不如就直接引入多多的配备来吸引这里的消费者 也因此相信来到我国市场的这个GIMNI 将会是 1.5 版本的GIMNI Siera 这个Siera 版本比起专为日本市场打造的普通版GIMNI 它在外形上是多了一个更加阳刚的爆龟造型 同时在动力方面则是这个1.5L的NA自然进气引擎 并搭配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在动力方面这具引擎可以产生101HP的最大马力 风之牛力则是138Nm 而且它有这个分时市区系统以及非承载式的底盘设计 所以股质里呢它其实真的是一辆可以竞巴的真市区 最了解其实Suzuki Malaysia 已经开始在我国为这个GIMNI 接单了 甚至他们已经收到大约20张的一个订单 比起这个Swiftport是还要更加多的 那相信这个GIMNI 它也将会和Swiftport一样 就是从日本整装入口以一个CBO的形式登入我国啦 所以在价格方面呢我们就一起观望吧 你们才看这个GIMNI 在我国会卖多少钱呢 第二则新闻同样是本地新闻 那这一个是豪华品牌的Mercedes Benz 德系豪华品牌的入门车款在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受到许多的喜爱 尤其是这个年轻市场 像是BMW 最近推出的218i Grand Coupe 在我国以CKD 的方式登场 就算只是一个1.5L 3缸引擎的配置 在我国的销量依旧是相当的不错 而这个218i 在我国所交出的成绩单 似乎触动了Mercedes Benz Malaysia 因为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消息呢 Mercedes Benz似乎计划在今年 在我国推出一款CKD 的前驱车型 是什么车呢?其实不难猜啦 基本上就是Mercedes 最入门的A-Class车型 而且还是能够在我国象征身份的A-Class Sedan A-Class Sedan 是Mercedes Benz 最新的NGCC 车系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 那这个NGCC 其实就是 New Generation Compact Cast的缩写 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其实它指的就是Mercedes Benz 里面的小型车型 作为A-Class的五箱版本 其实这个A-Class Sedan也算是一个全新的车型 因为之前的A-Class就只有这个CLA 轿跑版本 而这一回就多了这个 Sedan 的车型 它采用了Mercedes 最新的前驱模组化平台打造而成 在尺寸上以我们的这个标准来讲 它其实是一台C-Segment的轿车 在身形上大家从这个列表可以看到 它是比起这个218i Grand Coupe 还要稍微大了一点 轴距方面也是比较长 所以相信在这个内部空间表现方面 是稍微会比这个218i还要好的 这一方面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为大家做一个比较 那相比起这个2 Series Grand Coupe A-Class Sedan 它最吸引人的地方自然就是 它的内装了 除了有这个分辨率很高的悬浮式双连屏以外 A-Class Sedan 它还拥有对许多年轻人来说 是很酷的这个氛围灯设计 加上在中控台部分呢 还有这个长得非常科幻的 涡轮空调出风口设计 整个Dashboard 的设计基本上算是人见人爱 妹妹看见了都会给你在 在动力方面呢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最入门的A-200 Sedan 好了 它搭载的是这个 Damler 与 Renault 共同研发的 1.33L 涡轮震压引擎 在最大马力方面它是一个163hp 至于峰支扭力方面则是250Nm 与对手相比的话 它最谢天谢地的地方就是 它采用的是4缸的设计而不是3缸 在变速箱方面则是新的7速双离合变速箱 官方数据0-100加速为8.3秒 还算是相当的OK 这一款A-200 Sedan 之前我曾经为大家试驾过 有兴趣想要知道它的表现如何的话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白点 至于为什么我会这么的specific提到 A-200 Sedan 这个单一车型呢 那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的邻国 泰国呢 它们也是已经 CKD A-Class Sedan 这个车型了 而且是单一A-200 Sedan 而已 并没有 A-250 所以说如果我国的这个Mercedes-Benz Malaysia 也是这样做的话呢 其实也不会感到奇怪啦 加上这样做的话 它们能够进一步把这个德系豪华品牌 在我国的入手门槛拉低 只不过会到多低呢 会不会少过200千 第三次新闻 是外国新闻 但是和我们有一点点关系 什么车呢 吉利 M-Grand 吉利 M-Grand 也就是吉利地豪啦 这一款车呢 是在中国最好卖的一款四门房车 在尺寸上它其实是一款 B-Plus Segment 的 Sedan 在中国它累积的这个销量啊 其实已经是突破300万大关那么多了 是很厉害一下 这一款车呢 在中国其实是已经即将迎来这个大改款 也就是换代的车型 而且在中国当地呢 其实吉利已经是透过各种的形式 来为它做这个预告啦 但是这一回呢 我们就从这个中国的专利剧那边 发现到了这一组申报图 从这个申报图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新一代的 M-Grand 在整体的外型设计上是更加的成熟稳重 同时也导入了时下最流行的设计元素啊 像是连贯式的尾灯设计 而且在车侧方面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凌厉的车腰线条 整体看起来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它的长相是不错的 根据中国媒体的消息 这个新一代的地豪呢 将会采用 BMA 模组化平台打造而成 也就是说和我们的 Proton X50 是共用同一个底盘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 可能大家会有兴趣 因为其实在不久前 就有网友在这个彭银走的不干附近 发现了这么一台车 从这个跌站我们可以大概采到了 其实这个在我国现身的 Proton 的测试车呢 基本上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新一代的地豪了 而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消息 这个测试车它的开发代号为 SS11 吉利也是有 SS11 吉利的 SS11 是什么车呢 它就是新一代的地豪了 那这个新一代的地豪来到我国的话呢 会不会成为传说中的新一代Persona呢 其实未必哦 因为从这个列表你可以看到 这个新一代的地豪它的尺寸方面 其实是更加的接近 Proton 的 C Segment Sedan 也就是 Private了 轴距方面它是一样的 而在动力部分呢 据说来到我国的 Proton 版本 将会搭载 1.5L 的三缸涡轮这样的引擎 拥有一个 150ps 的最大马力 以一台 B Plus Segment 的车来说呢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动力 应该是相当的不错了 你会期待这款四门轿车的到来吗? 不过因为目前 Proton 这个 X50 供应问题的关系啦 所以相信这个传说中的新一代 Private 很有可能要在 2022 年或者是以后才会到来 这一方面我们就等待 Proton 官方的消息吧 最后一周的新闻 我和大家聊聊八卦了 那就是千万级的顶级超跑 Bugatti Divo 日前登陆了新加坡 不过呢 它登陆新加坡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Bugatti 在东南亚总不是在新加坡 但是其实这台车的买家是 马来西亚人 Divo 是 Bugatti 全球限量 只有 40 台的 Hypercar 它也号称是史上最敏捷 最轻快 动态表现最佳的 Bugatti 它是基于七轮打造改良而成的 主打轻量化 操控还有性能 因此相比起这个七轮它是清了 35 公斤 同时还能额外提供多 90 公斤的下压力 但在外形上我是觉得它比这个七轮还要更加的杀气 更加的帅 单单这个车头啊 那个非常锐利的这个 Laser Light 头灯组设计 加上巨大的倒风口 还有整体低趴肌肉型的车身设计呢 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 Man 而来到车尾部分 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非常夸张的扰流器设计 还有这个四肢的赛车排气管 以及非常夸张的大型唯一设计 这些 Design 不是为了好看 不是为了侵略性而已 其实它们也是有功用的 能够对这个空气力学有一定的帮助 不过动力才是这台 Hypercar 的重点部分 D4 所搭载的是 Bugatti 的王牌 也就是 8.0L 的 W16 Quad Turbo 4 涡轮镇压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高达 1500hp 风之扭力同样是很疯狂 有一个 1600Nm 并搭配 7 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0-100 的加速只需要 2.4 秒 最高时速是达到 380 km per hour 但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这个急速其实相比起 Chiron 是稍微低的 再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Hypercar 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它作为一辆全球限量 只有 40 辆的顶级超跑 Bugatti 是能够让这个 Devo 的车主 自行选配所有的一切 包括设计方面 配色方面 甚至你要加装什么东西都可以 所以简单来说 这 40 台的 Devo 很有可能每一台都是独一无二的 非常的霸气 那这台 Hypercar 到底卖多少钱呢 起跳价格是 500 万欧元 也就是折合到来大概是 2000 万马币左右 哇 这个数目有点大我有点接受不到 但重点是这个只是起跳价格 也就是说你当你 Custom 选装到来 很有可能 3000 万马币都是随随便便简简单单而已 再加上税务过后呢 哇 半个亿 OMG 这个等到了两年多才正式交车的 Hypercar 虽然说是抵达新加坡 可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其实这一台 Devo 是大马人的 但是你以为只有一个大马人有吗 其实是两个 厉害啊我的国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美座 360 的所有新闻内容 不知道你们对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新车 有没有兴趣 有哪一个是你想要入手的吗 我本身是想要入手这个 Devo 啦 好啦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大大力的按赞下去 然后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知道 然后叫他们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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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